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印度河流与文明有着对自然崇拜的理念 所以在古印度的神话中日月星辰与山川河流都被赋予神性 人类也能够经由锻炼与修行得到力量 在神秘与华丽的外貌下存在浓厚的人情味 无论是神还是人或者是动物都存在着爱恨情仇 不断的破坏与重生 正与协对抗正面交锋 这些故事优美动人 让人们摆脱苦难 同时展现对幸福美好的渴求 也表达了人对于秩序的追求 理解自己应尽的责任 与面对人生应有的智慧 就是奇人生 欲言悟道理 欢迎收看唱爽欲言 曼迪教人放火烧了紫焦宫 幸好 尖战兄弟早有准备 事先挖好了一条逃生地道 尖战兄弟带着母亲安全地离开了紫焦宫 不幸的是 在逃亡的过程中 又遇到了一对罗煞兄妹 罗煞哥哥要了这一家人的性命 可是罗煞妹妹却不小心爱上了老二不君 这次 兄弟们还能化为鸡 为转鸡吗 尖战一家人逃出紫焦宫后 在树林中休息 今天是步军轮值 负责守护家人的安全 到了夜里 森林里出现了一对罗煞兄妹 哥哥叫做西大波 妹妹叫做西小八 西大波闻到附近隐约有人类的家 他叫妹妹去查看前方的状况 西小八将自己隐身之后 循着气味走去 果然前方的树下有一群人正在休息 不过有个男子没有睡觉 看来他是负责守护同伴的安全 西小八不动声色 安静地观察这一名男子 他觉得这名男子除了身材高大之外 梅雨之间还有一种不凡的气质 这是当然的 因为步军是贡地和封神的儿子 有天神的血统自然不是平庸之辈 而且步军在班渡无子当中 是属于骁勇善战型的 他的阴姿自然在梅雨之间表露无遗 西小八隐身观察着步军 虽然步军看不到西小八 不过他天生拥有敏锐度 步军感觉到身边有东西出现 只是不知道是人还是鬼 步军用眼神环顾一周 锁定感应力最强的方向 他像是在对空气说话一样 大声地问 你是谁 有胆量就显身 不要躲躲藏藏的 步军说话的方向 准准地面对着西小八 害他吓了一大跳 一会儿才想起来 自己已经隐身了 对方是看不见他的 步军等了一会儿都没有听到回音 可是那股强烈的感应 还是在啊 步军生气了 再问 我是相成的王子 你是哪里来的神鬼 既然来了 何不献身 如果没事的话 就请你离开 不要打扰我的家人休息 西小八听得笑出声来 这么凶悍的大男人 原来是个王子 还是一个体贴家人的男人啊 西小八回答 我是整个森林的主人 你们一家人 无缘无故闯进来我的领地 今天晚上别想要活着出去 步军一听 这个声音听起来就是女生的声音 而且年纪应该不大 难道是个女鬼 不管怎么说 他们一家才刚刚逃过南迪的魔害 现在又来了一个要他们性命的鬼 步军不耐烦的说 我们有本事躲过紫焦宫大火 难道还怕你一个女人不成 步军冷笑着说 有胆量你就现身 缩头缩尾的 还敢说是森林的王 罗山女西小八 奉哥哥的命令 来要兄弟的性命 没有想到 西小八却觉得 这个男人蛮有意思的 就想到一到他 西小八悔意说 我的身上长满了毛毛毛的毛 而且味道臭得不得了 我怕一现身就把你吓到尿裤子了 步军一听就知道是假话 他回答说 哎哟吓死我了 求求你赶快离开 不要在这里吓人了 步军认为 会说出这么幼稚的话 应该只是个爱玩的小鬼 就不想理他了 转身走回树下休息 西小八看到步军转身离开 真的以为是他的话让对方害怕 他觉得太有趣了 一个大能人竟然会怕毛茸茸的鬼 西小八还想要继续的胡闹 步军却已经往回走了 西小八赶紧解释 你如果害怕的话 只要求我 我可以答应不现身来吓你 看到对方没有反应 西小八继续说 你不求我也没关系 我还会变身术 你先不要走 我可以为你变成一个美女 说着说着 西小八已经把自己变成美女现身了 西小八解释 其实她是罗煞女 和哥哥住在这一片森林 因为哥哥发现到这里有人类的气味 就叫他来要了大家的命 西小八说 刚才我是故意逗你玩的 你是一个应有又可靠的人 我情不自禁地喜欢你了 想要嫁给你 做你的妻子 步军曾经听说过罗煞的传说 所以当他听到西小八表明身份时 一点也不害怕 倒是对西小八说要嫁他这件事感到惶恐 步军急忙摇头 说什么也不愿意 西小八逼问步军 不愿意娶她的理由是什么 步军只好随便的应付 我可没有这种福气 娶罗煞女为妻啊 西小八觉得步军看不起她 她生气了 威胁步军 要是不娶她 就要把她全家都吃了 步军听这个女子好大的口气 还敢威胁她 步军哈哈大笑说 别说你一个女罗煞了 就算全部的罗煞都来 也无法打败我 步军的话才刚说完 就传来一个声音 谁说的 这个时候西大波突然冒出来 她恶狠狠的眼神 就是表明了非杀你不可 原来西小八跟步军的对话 都被西大波给听见了 她认为步军这个人 自大又骄傲 目中无人 竟然敢看不起妹妹 西大波非常的生气 冲向步军 两个人互相扭打 纠缠 战况激烈 几个回合下来 互有胜负 西小八知道哥哥的实力 他怕哥哥会伤了他喜欢的男人 着急的想阻止两个人继续扭打 却苦无机会插手 西小八苦苦哀求哥哥不要再打了 并请求哥哥让他嫁给步军 步军的功夫底子不错 以前汉南迪打架像在打落水狗一样的轻松 没有想到这个西大波这么能打 天都快亮了还打不出输赢 西大波能在森林里称霸 他的实力自然不容小觑 眼看着天就快要亮了 西小八着急的哭了 因为西大波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要是现在不把西大波制服 等一下恐怕就要出大事了 《畅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畅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畅所预言》节目制作 话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西小巴说的大事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天快要亮的时候 就是西大坡发挥实力最强的时机 如果没有在天亮之前打败西大坡的话 等天亮就没有机会了 说不定还会死在西大坡的手里 西小巴看到眼前的状况 一个是他的哥哥 一个是他喜欢的男人 这样打下去 一定会有一个人要牺牲 西小巴该怎么办呢? 布君和西大坡打到快天亮的时候 西小巴忍不住对布君说 天快要亮的时候 就是我哥哥实力最强的时候 他的力气会加速到 令人无法想象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在天亮之前 就制服我哥哥 要不然肯定会死在他的手里 布君没有怀疑西小巴的话 找他的指示 找到了一个时机点 一刀杀死了西大坡 西小巴没有责怪布君的意思 他抱着哥哥的尸体痛哭失声 看到西小巴为了救他 失去了哥哥 布君的心里有愧 再加上感恩 他终于答应了 娶西小巴为妻 布君把昨天晚上 发生的事情 告诉母亲 还有兄弟们 大家都同意 让西小巴成为一家人 两人结婚之后 西小巴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叫做平手 平手有一半是罗煞的鞋头 长得既像人又像罗煞 他的身形非常的庞大 皮肤有黑 力大无穷 叔叔伯伯们都很疼爱他 平手经常拿着一支巨大的尖刺战锤 他拥有罗煞族的恐怖能力 会使用隐形术 会凌空飞行 还会变化形体的大小 等等不同的能力 这一天 尖战集合了大家 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大家讨论之后决定 要离开森林 继续流浪的生活 可是西小巴和平手 只能够适应森林里的生活 所以他们母子两人决定要留在森林 众人在出发之前 平手对父亲说 我会好好照顾母亲 总有一天 我们会再相逢的 于是 尖战带着母亲和弟弟继续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 他们来到独伦城的时候 为了避人耳目 班渡无字 乔装成为婆罗门 带着母亲进城起食 不均在独伦城里为百姓除害 还杀死了要人民轮流贡献僧人的罗煞波家 这个时候 在远方的班渣罗国正在准备一场大典 国王墓柱王要为他心爱的女儿黑公主 举行选序大典 国王定下了规则是 必须要用他的大弓箭射中靶心才行 国王提供的这一只神功有千金种 要是能够连众五发红心 就可以抱得美人归 国王认为 只有这样的勇士才能够成为公主的丈夫 黑公主选亲的消息 很快的传到了独伦城 尖战兄弟听到消息 觉得蛮有趣的 他们听说 这位黑公主天生就是个大美人 国王一直舍不得把她嫁出去 现在有这个机会 兄弟们都想要去试试手气 不过 班渣罗国离这里很远 来回一趟 没有个十天半个月 是回不来的 这段期间 这段期间 把母亲一个人留在这里 大家都不放心 共帝听到了孩子们的对话 他也觉得 这几年大家都在警戒中过生活 是该放松心情了 是该放松心情了 于是 告诉五个兄弟 在我们家有一个古老的习书 那就是 你们在任何的战场上 得到的战利品 都必须要五个兄弟一起分享 五兄弟承诺会遵守母亲的教会 隔天 兄弟们兴奋地带着母亲出发 经过了长途跋涉 终于来到了班泽罗国 他们打扮成婆罗门 继续在一位将来的家中 这一天 是举行黑公主选夫婿大典的日子 班渡五次乔装成婆罗门前往应试 来到会场才发现 这里聚集了文明于世的众多国王 还有英雄 包括 持国白子 安家王加尔纳等近百人 此外 还有无数的观众都来看比赛 四周换头专动 非常的热闹 比赛开始之前 班泽罗国的太子 蒙光 骑着骏马在前面开路 后面是她的妹妹黑公主 她坐在大象上面 跟着来到了会场 当黑公主从大象的身上走下来的时候 她的容貌让众人为之倾倒 太子猛光向大众宣布 挑战者要使用这里的弓和剑 要连续五剑穿过转盘中间的小孔 能够命中剑靶的人 就可以把妹妹娶回家 比赛正式开始 比赛正式开始 许多国王和勇士都陆续出场 由于国王规定使用的这一只弓太重又太硬 所以到目前为止 出来试射的人没有一个成功的 现在场下走来的是加尔纳 他顺利的把弓弦上好 但是就在弦上到紧紧差一发的距离时 他手中的弓突然间滑落 弓窥一窥 加尔纳懊悔极了 垂胸顿足走下台 奸战兄弟在台下观察很久 每一个挑战者上场的时候 都是自信满满有骄傲的表情 却没有人能够成功射出一箭 看来国王的这一只神功 确实不好驾驭 班渡无子各有各的专长 说到剑术最厉害的 就是老三阿周纳 兄弟们一致推派阿周纳出去挑战 化身成为普罗门的阿周纳 从人群中走上场 不过引起了在场人开始躁动 大家都在笑这位婆罗门 真是不自量力 还有人笑他 就算让你赢得了黑公主 你能养得起吗 阿周纳安静的上台 不理会这些无情的笑声 他熟练了操弓 拉弦 施展自己神奇的弓箭术 在一阵的虚声中 阿周纳已经连发无见 渐渐都穿过转盘 射中靶心 在场人看得都惊讶地张开了大嘴 现场一时鸦雀无声 随后 前方爆出一声热点的掌声 还有欢呼声 接着太子猛光牵着妹妹黑公主的手走过来 向胜利者阿周纳献上美丽的花环 然后猛光亲手将黑公主交给这位 有资格成为他妹夫的勇士 黑公主长得很漂亮 当他低着头 害羞的不敢面对勇士的模样 没有人抵挡得了这样的魅力 然而 这一股魅力 却造成了不可控制的局面 阿周纳用实地赢到了比赛 却因为身份是婆罗门 就被其他对手攻击了 现场门市在鼓掌 婆罗门没有资格娶公主 如果国王不取杀物约定 那就塞武务大家 一场欢欢喜喜的选亲大会 几乎要失控了 有人带头攻击国王 半渡武子跳出来保护他 在混乱中 有一位兵客被打死了 所有的武士都冲了出来 展开一场混战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耍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视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画播账号42274784 护民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 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 翱翔宇宙天地 看 那有宙斯 赫拉 阿卜罗带帝 还有普罗米萧姿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话 浩瀚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利帕斯的天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唱所预言》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一二三四五六七 生活到处是惊喜 一是傻瓜牡羊 情怀金牛 开心充裕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才是幸福水平呢 美丽的阵容 喜欢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看过毒药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世界放尽后带领 不管是不忘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对山耀之缘和你 就在风中静静的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打开 爱不曾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